哈囉,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在開始這次的主題之前呢,我們先來介紹一下Blender的介面 那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怎麼到了第二個教學才開始講介面 那是因為Blender的功能很多,也可以很自由的去調整 換句話說就是你需要花時間去了解它 我們覺得在一開始 花太多的時間在爵士武功的目錄上面 對自學的人來說效益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手把手教學的方式 盡量協助大家縮短磨鎖的時間 小理像上次的add-on或是等一下要講的介面 這種使用Blender的背景知識 我們會拆成幾個部分有用到的時候再講解 總之就是邊用邊學的意思啦 OK,回過頭來看介面 現在可以看到畫面被分成了 一個區塊 兩個區塊 三個區塊 四個區塊 五個區塊 這些區塊呢 在Blender裡面叫做編輯器 編輯器的大小呢 都是可以調整的 如果想要調整大小的話 可以移到邊線上面 等它變成左右雙向箭頭 就可以調整拖曳大小 上下也是一樣 變成雙向箭頭就可以調整大小 也可以改變編輯器的數量 往右上角看的話會有個像是三角形的區塊 滑鼠紙上去之後 游標會變成十字的形狀 之後按住滑鼠左鍵往旁邊拉 就會拖曳出一個新的編輯器 左下角這邊也可以拖曳 一樣 按住往上拉就好 如果是想要減少編輯器數量的話 是選兩個編輯器交界的三角形區塊 然後按住滑鼠往要合併的方向拖曳 會看到底光變黑中間還有個箭頭 再放開左鍵 編輯器就合併了 這個也是按住左鍵往右拖曳 放開 就好了 那這五個區塊的編輯器的種類是系統預設的 如果想要自己搭配編輯器的話也是可以 比如說我先點到左上角這個i的按鈕 提示光顯示這個叫做資訊編輯器 點一下按鈕 會有編輯器的清單可以選擇 用下面這個範圍比較大的區塊來示範好了 點3D視圖的按鈕把編輯器換成 大缸好了 那這個區塊就要變成很大的大缸編輯器 不過現在沒東西大也沒什麼用啦 再把大缸改回3D視圖 以上就是編輯器的設定和調整方式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調整看看 然後再複習一下3D視圖 右邊這個是3D視圖的屬性欄 它的快捷鍵是n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左邊這個是3D視圖的工具欄 它的熱鍵是t 這個工具欄的內容就比較偏向物件的調整 比如說它這邊有平移、旋轉、縮放這些 也可以從這邊新增物件 還有物體模式和編輯模式 工具欄的內容會不一樣 按shift加a新增一個方塊 再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點工具的標籤就會看到內容是不一樣的 還有 有的功能會放在工具欄裡面 找不到功能的時候可以來這邊看看 然後 如果要改變模式的話也可以從下面的按鈕更改 點一下按鈕會看到有物體模式、雕塑模式 或是其他的模式可以選擇 接著來講一個蠻重要的功能 按tab到物體模式 按x把物件刪掉 按shift加a新增一個圓 到上式圖看好了 按7 然後來看一下左下角的視窗 這個視窗在上一個教學的時候 我用它調整了很多物件的內容 大家也應該感受得到它很好用 可是因為它的概念有點複雜 所以上次只是先示範它的功能 等大家對它的功能有個概念之後 現在再來解釋它是什麼 那這個視窗叫做redu last 繁中翻譯是重做上一步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英文好像還比較好理解 我自己是覺得要理解這個概念呢 要先從undu取消動作 或是我口語常說的回到上一步 先有了undu的概念之後呢 就比較好理解redu last的意思 接著來看一下undu的流程圖 那這個流程圖裡面的箭頭 如果是單項的話 就代表這個操作是不能回溯到上一個步驟的 雙項的話就表示這兩個動作可以反覆切換 再來把新增圓這件事情 套到這個流程圖裡面來看 新增圓這件事情 就像是我們對blender下了一個命令 之後如果這個圓的大小沒有問題 我們想要移動它 所以按g移動的話 g就是我們下的第二個命令 這是最單純的狀況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下了一個命令 之後又後悔了 那流程會是怎麼樣呢 假設我們今天新增了一個圓 然後突然發現想要的是三角形 所以我們後悔了 這個時候比較常見的做法有兩種 一種方式呢是直接把圓刪掉 然後再新增一個三角形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就比較複雜一點 但我們反而比較常用 一樣 先新增一個圓 這時候呢 突然發現要的是三角形才對 所以後悔了 後悔了之後呢 輸入Ctrl加V 回到上一步 讓blender回到還沒有新增圓的狀態 之後 再下一次命令 這次是新增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沒問題之後 再下移動或是縮放的命令 這就是Undu取消動作的概念 再來是跟Undu相對的 Undu的概念 Undu的狀況是這樣的 先新增於一個圓 之後發現不對 要新增的是三角形 於是後悔了 後悔了之後按Undu取消動作 準備要新增三角形的時候 突然覺得好像還是圓比較好 這時候呢 就可以透過Redo 要blender把Undu掉的過程 再做回來 這時候blender就會再做一次流程 1 然後圓就回來了 可以繼續移動或是縮放它 這個就是Redo的概念 Undu跟Redo的概念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RedoLast的流程圖 這個就是RedoLast的流程圖 相對起來簡單很多 單項箭頭同樣是表示動作沒有辦法回溯的意思 按Shift加A新增一個圓來看流程會怎麼走 新增圓之後調整一下大小 大小OK以後再把它往右移一點 那用這個流程圖來看的話 就是我先跟blender下了新增圓的命令 但我不滿意這個圓的大小 於是我調整了它的大小 大小沒問題之後呢 我再下了移動圓的命令 那這個流程圖裡沒有後悔 也不要後悔 因為RedoLast的設計 就是可以讓你在第一時間去調整那些你不滿意的地方 也就是說RedoLast這個視窗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讓你重新操作一次你上一個命令的內容 所以雖然RedoLast的翻譯重做上一步 乍看之下有點難懂 但它確實完整說明了RedoLast的內容 再提醒一下 單向箭頭表示動作無法回溯 像我剛剛移動過圓 因此現在的RedoLast的視窗是移動的命令 那第一個命令新增圓呢 是沒有辦法回溯的喔 這就是為什麼上一個主題教學裡會特別說 如果按到別的地方 RedoLast的視窗是叫不回來的 還有RedoLast的熱鍵是F6 也可以按F6把視窗叫出來 那這次背景知識的補充就到這邊了 項目雖然不多不過講了不少時間 辛苦大家了 接著來看這次教學的主題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這個 整圈都是鑽石和箱口構成的鑽石圈戒 這個戒指應該是珠寶建模教學的固定班底吧 在這邊停一下 大家可以試著想想看 如果要做這個戒指的話 要用什麼功能來建模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答案是正列 那老規矩按M 把樣本寄到第六層去 按1到前正式來看一下草圖 拉近一點來看一下戒指的結構 那這個戒指的結構呢 超級簡單的 只要先有一顆鑽石 然後再沿著鑽石的尺寸把箱口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再把箱口正列一整圈 像草圖就是正列了22次 那這個戒指的模型就做好了 進攻的做法也差不多 也是先配合鑽石的尺寸做一個箱口 然後就是看你要做22個箱口 或是 做一個原版之後去灌模再鑄造22個 不過兩種做法的收尾都一樣 就是1尺寸把所有的箱口焊接在一起 辣雕的話呢 我是覺得這個用辣雕做反而更花時間吧 那這個戒指的建模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有鑽石 可是鑽石要怎麼來呢 自己做嗎 也是可以啦 以後也可以教一下 不過現在先用簡單點的方式 按shift加a新增 選網格 網格欄位裡面猴子以下的部分 是啟用add on其他物件以後增加的內容 選其他物件後就會看到 偶物的鑽石可以選 裡面有三個選項 選最上面這個 明亮是切割鑽石 點一下左鍵我們就有鑽石可以用了 而且這個add on連鑽石的視窗都有喔 如果想要參考證書調整細節的話 可以直接在這邊調整 不過他在鑽石的視窗沒有辦法直接調鑽石的直徑 從維度看到現在鑽石的直徑是2公里 2公里大概是0.03克拉 不過克拉以下比較常聽到用詞應該是幾分幾分 那1克拉是100分 所以0.03克拉的鑽石就是3分鑽石 如果之前沒聽過的話要記住喔 做這種圈界我個人覺得 2公里的份量感有點不夠 改成5分鑽石的話效果會好很多 5分鑽石的直徑大概是2.4公里上下 那就改成2.4公里好了 記得要調整鑽石大小的話 千萬不要直接調整維度 因為維度這邊的調整不是等比例的 這樣會讓鑽石刻面的比例變形 按Ctrl加力回到上一步 如果要調整鑽石大小的話呢 要從縮放這邊去做等比例調整 壓住shift再按住滑鼠左鍵往下拖曳 三個軸向的框框都變深色 再來就是算數的時間了 先輸入0.5 0.5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啊由其他物件裡新增的鑽石 直徑一定是2公里 所以就先把2公里乘以0.5 讓它變成1公里的鑽石 那基本單位變成1公里以後 不管放大還是縮小 都只要用1公里去乘以所需要的尺寸就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要放大成1克拉的鑽石 就只要在0.5後面輸入乘以6.5 再按Enter 這樣鑽石的直徑就會是6.5公里 然後高度也會等比例縮放 對了 鑽石直徑和重量的對照是依切割方式去估算的 大家可以Google鑽石尺寸表 從專門賣鑽石的店家那下載 會有很詳細的資料 那如果搞不懂縮放算法的話 也不用太在意 反正就把它抄下來 要改的時候再拿出來看一下就好了 找到效果比較重要 按Ctrl加力 把直徑改成五分鑽的直徑2.4公里 這樣最重要的鑽石就準備好了 然後是箱口的做法 如果是用金弓來做這個箱口的話 會先準備好金屬線繞成的線圈 拖住鑽石腰尾的下方 這種用金屬線做成的線圈叫做跳圈 以後我都會直接說跳圈 這樣子比較方便 要記一下喔 之後再準備一個小一點的跳圈 放在鑽石底尖下面一點 當做底拖 具體確定好以後呢 再用四根金屬線當爪子 同時把兩個跳圈和接固定起來 金弓操作在概念上是很簡單啦 不過織意行難啦 補充一下 這四根爪子一定要連接兩個跳圈 這樣箱口的結構才會有足夠的強度 按7道上市圖 這樣看應該比較清楚 這邊就可以看到四根爪子固定著跳圈 然後整個戒指由箱口組合而成 再按1回到前視圖 按Shift加A 這次要新增的是環體 環體就是圓環的意思 環體在redulist的視窗裡可以調整的東西不少 像這個組分段 就是這個直的分段 次分段呢 就是這個橫的分段 因為沒有要對環體做更細部的編輯 所以我把分段數都設成128 讓大家看一下高點線面數量的模型 在編輯上會有什麼差異 再來往下看半徑這邊 半徑有主次外和內的分別 我稍微解釋一下差別好了 先按鍵盤數字鍵的斜線 這個熱鍵可以讓畫面只顯示你所選擇的物件 再按7切到上市圖 這樣就不會被鑽石妨礙了 先說外和內好了 這個外部半徑呢 指的是這個圓環最外側的半徑 如果把數值調大的話 會看到圓環向外長胖 而且是等比的變大 內部半徑指的是 圓環最內側這一整圈邊線的半徑 把內部半徑調大的話 會看到裡面的圓圈變大了 可是同時圓環也變瘦了 這個就是外部半徑和內部半徑 先把數值調回一開始狀態 回頭來看主半徑和次半徑 先講次半徑 次半徑就是這個最小半徑 最小半徑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試著用跳圈來想想看 如果這個圓環是由一條金屬線構成的話 那最小半徑指的就是那條金屬線的半徑 像現在最小半徑是0.25 那立軸的維度0.5 就是它的直徑 然後我把半徑改成0.4的話 就會看到跳圈變胖了 線的直徑也變成0.8 而且上面的x跟y也從2.5變成2.8 2.8是因為半徑從0.25變成0.4 半徑多0.15的話 那直徑就是多0.3 最後是主半徑 主半徑是圓環中間這圈的半徑 像現在主半徑是1 這段距離就是主半徑 長度1公里 這段距離也是1公里 然後這段 還有 這段 是次半徑 也就是最小半徑 長度是0.4公里 這邊也是0.4 這就是主半徑和次半徑的內容 而維度x和y的2.8就是2公里 再加上0.8公里 2.8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雖然內容有點複雜 可是線圈直徑的控制很重要 因為在做箱口的時候 金屬線的直徑會直接影響箱口的強度 所以還是麻煩大家稍微消化一下 因為我剛剛蠟筆畫得很開心 所以 Rootless的視窗已經不見了 這樣要調整主次半徑很麻煩 重來一次好了 按X三組這個圓環 按Shift加A 可以一樣新增一個環體 這時候會看到新圓環設定的內容 跟我剛剛調整過的內容是一樣的 這個應該是Blender預設的功能 它會自動記憶這些調整過的內容 之後新增同樣物件的時候 會自動沿用這些設定 不過程式關閉的話 設定的紀錄就會不見喔 再來要講的東西很重要 如果沒有金工製程的觀念 最好拿筆記下來 前面講過跳圈是用金屬線做的 而珠寶的材料是以貴金屬為大宗 貴金屬的硬度都很低 很容易被外力影響而變形 所以在做像是這種小鑽箱口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使用線材機械強度 簡單來說就是線不能太細 那這個問題在金工製程是很不明顯的 因為金工是直接加工金屬 所以金屬強度不夠的話會直接壞給你看 不過這也表示問題可以立即被修正 但是在電腦建模的時候 這種強迫問題其實很容易發生 為什麼呢 先按數字鍵的斜線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跳圈和鑽石的比例 單純這樣子看的話 會覺得跳圈好像太大了 可能就會很直覺的去調整線的直徑 一直調到視覺比例覺得OK的程度 像這樣 單看螢幕的話可能會覺得比例很順眼 上市圖看起來也很OK 可是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啦 如果只是依照視覺的比例去調整大小 就很容易出現0.22這種半徑 也就是說要用不到0.5公里的線材 去支撐這顆鑽石 這個機器的強度是不太足夠的 可是怎麼樣的強度是夠 怎麼樣的強度是不夠 只能透過經驗去判斷 不管經驗是你自己練來的 還是其他人告訴你的 事實上 從電腦建模到產品產出 中間的距離是很長的 一定要透過手工師傅們的協助 才能夠讓你的設計最完美的樣貌呈現 所以要好好感謝師傅們喔 回頭來看這個跳圈適合的尺寸 如果有拉過線的話 應該多少都會覺得0.6公里和0.5公里的線 在強度上是有些差異的 0.5以下就不用講了 所以保險起見製作跳圈的金屬線 盡量不要讓它低於0.6公里 當然這只是一個大原則而已 不是就非得這樣不可 要注意的是 就算是直接進攻打板接著鑲嵌 還是會經過拋光的程序 那拋光多少都會讓物件變薄一點 所以在準備材料的時候 還是會把線材加厚一點點 去抵消拋光的魔號 一般都是在拉線的時候退一個洞號 0.6前面通常是0.65 所以就加厚0.05公里就好 這個圓環的概念也是一樣 在最小半徑這邊輸入0.65除以2按Enter 線材直徑0.65就設定好了 然後有鑲嵌的話 主角通常是石頭 所以拖住石頭的部分最好不要超出腰圍 因為石頭最大最亮顏色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腰圍以上的部分 所以盡量不要去影響石頭的視覺表現 像這個就超過腰圍了 按7到上市圖的話就會看到這邊 澎起來一圈 改一下主半徑 稍微調小一點 按1看一下 嗯這樣看起來就OK的 按利敲線框模式 看一下跳圈的厚度會不會因為要鑲嵌而整個被挖掉 以現在鑽石的位置來看的話 會被挖到結構出問題 那把跳圈往下降一點 這樣的位置就差不多 這樣就不會被挖到沒肉破壞結構了 按利切回實體模式 按shift加a再新增一個圓環當作下沉的跳圈 用新增的話就可以再改變跳圈大小的同時 不會動到跳圈線材的直徑 這個就調的比前一個跳圈小一點就好 調完再往下拉 超過鑽石的底間就好了 按shift加a新增一個圓柱體 來當作箱口的爪子 然後一樣把頂點改成128 半徑的話是0.65 注意2 深度就是總高度的意思 這個先設3好了 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先往右邊一點 按7接到上正式 再往下移一點 接著添加鏡像修改器 修改計算只能在物體模式套用 但是在編輯模式還是可以添加修改器的 x軸已經有了 把把y軸的鏡像也打開 照式圖沒問題後按1到前式圖 1 選擇的方式是面 先把它改成頂點 按a取消選擇 因為頂點數是128 所以現在看起來密密麻麻的 不過這不會影響到後面的操作 然後看一下這兩個方塊重疊的按鈕 這個東西叫做 將選取項限制制可視項 白話的意思是 你可不可以選到你畫面裡看不到的東西 像這個圓柱體另一邊的頂點我就看不到 但如果沒有啟用它的話 就可以選到後面那些看不到的頂點 反過來說 點下按鈕啟用的話 看不到另一側的頂點就選不到了 那來示範一下 按b 按b之後游標會變成十字 然後上下也有虛線的延伸 這個功能叫做框選 按b之後就可以用滑鼠拖曳出框框 被框到的東西都會被選取進來 限制選取現在是開啟的 按3到右字圖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這邊就可以看到 剛才在前式圖裡看不到的頂點就選不到了 按a取消選擇 把限制選取關掉 按1回到前式圖 按b再空選一次 按3到右字圖就會看到頂點全部都被選起來了 按1切為前式圖 來調整一下爪子的長度 我要移動這些頂點去跟下層的跳線切齊 要切齊其他物件的話 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來看下面這個像吸鐵一樣的按鈕 它的功能是自動吸附 點下去變色就是打開 不過一般都是關折會比較好用 按鈕旁邊有吸附元素可以選擇 這次要用的是頂點 其他的有用到再說 按g移動這些頂點 按z把移動範圍限制在立軸 這時候壓住Ctrl的話 就可以暫時啟用吸附 這時跳圈上會出現橘色的圈圈 這些圈圈都是跳圈的頂點 如果往下拉 因為沒有頂點可以吸附 所以也看不到圈圈 然後把游標移到跳圈的最下面 走一走 位置沒變 那這就是它的最底層 點左鍵確定 再放開Ctrl 這樣爪子跟跳圈的底部就都切齊了 按Ctrl加7到底式圖 調整一下爪子的位置 可以看左邊鏡像的物件會比較輕鬆 這樣差不多 按E到前示圖 按A取消選擇 按B把上面的頂點都框選起來 往下移一點縮短長度 按7到上示圖 調整一下爪子扣住鑽石的距離 現在鑽石吃了爪子的一半 再把爪子往外移一點好了 大概到這邊這個顆面的一半 不過現在爪子的位置啊 算是模擬最後鑲嵌完的狀態 如果要裂印出來鑄造的話 爪子可以再往外拉 碰到腰圍一點點就好 不過這個要分很多次慢慢講 所以前面幾個主題教學 重心還是會放在認識珠寶的結構 和Blender的使用上面 先把基礎打好比較重要 按E到前示圖 接著按Ctrl加B 我們直接幫爪子倒腳 按Ctrl加B之後滑鼠左右移 可以調整倒腳的寬度 滾輪往前滾是增加倒腳的分段數 往後就是減少 分段的數目越多 看起來就會越圓 要把爪子上面的平面調整成原貌蓋的樣子 調好了之後呢 點左鍵確定 再調整一下高度 先這樣 要留長一點也是可以 再按Tab到物體模式 這樣子箱口就做好了 再來是參考的借尾 這次用圓柱當借尾好了 0點改成128 借尾一樣做16公里 半徑就是16除以2 對齊式圖點一下 深度用30公里好了 不過 借尾設定完畫面也都遮光了 先按L切到線框模式 按A取消選擇 按B把鑽石和箱口都框選起來 好剛剛框選的時候有接觸到的東西都會被選取 按A取消選擇 總選一次好了 Shift 壓住把轉子 跳圈 鑽石 都選起來 然後把鑽石和箱口移到界為上面一點 這個大概目測一下就好 後面還會再調整 位置確認以後 按A取消選擇 按L切到實體模式 選界為 按H把它先隱藏起來 接著來做環形陣列 按Shift加A新增空體 選純軸 先陣列上面的跳圈好了 幫跳圈添加陣列修改器 改成物體偏移 對象是空體 合併第一最後都先打開 這時候會看到跳圈怎麼跑到這邊來 這是因為跳圈和空體原點位置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要把跳圈和空體的原點設在同一個位置 選跳圈把原點設定到3D游標 因為現在空體原點剛好在3D游標的位置 這樣跳圈和空體的原點就一樣了 然後先把技術調成12個 再來旋轉一下空體 那因為我還不確定角度和數量 所以就先慢慢的增加角度 先讓12個陣列物件都顯示出來 而且是一個接著一個的 陣列物件都顯示出來以後 再選回跳圈 繼續增加陣列的技術 25太多24好了 接著先選爪子 按住shift再選跳圈 按Ctrl加C 就會叫出複製屬性項目標 不過這個複製屬性項目標 要啟用A的讓才有喔 要選的是最下面的這個 複製選擇的修改器 這就是個節省時間的小工具 點下去以後 它會把最後選的物件 所有的修改器都列出來 讓你選你想要複製的修改器 不過跳圈只有陣列可以選啊 選陣列 按確定 修改器就複製好了 不過原點位置的問題還是在 所以一樣把爪子的圓點 設定到3D游標的位置 這樣就OK了 選回空體 微調一下角度 這樣很好 爪子都有碰在一起 選下層的跳圈 壓住shift 再選上層的跳圈 之後一樣按Ctrl加C 用複製屬性向目標 複製選擇的修改器 複製好修改器之後 一樣把原點 設定到3D游標 這樣戒指的雛形就出來了 不過還是要做些細部的微調 拉近看的話 我會看到爪子之間有縫隙 選爪子 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因為上面的頂點之前已經選過了 所以直接調整一下位置就好 這樣好了 下面也要微調一下 下面也要微調一下 按H取消選擇 按B把下面的頂點 都空選起來 把爪子一對稱一點點 然後因為等一下要不凝掉界尾 所以把它往下拉一點 漏多才好不凝 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按Tab到無體模式 選下層的跳圈 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先把跳圈往下移一點 因為等一下要不凝界尾出來 所以要讓這邊的厚度再增加一點 按S再按L 把鎖胖限制在L軸 讓它的力軸變厚一點 再往下移一點 這樣調整的話 就不會破壞跳圈的形狀 但是仍然有增加厚度和強度的效果 這樣應該OK了 按Tab到無體模式 調整一下視角 等一下比較好不凝 按L切到線框模式 按AutoH把隱藏的界尾叫出來 Shift壓住 選下層的跳圈 按Ctrl加減號 幫跳圈添加布林插擊 再選一次界尾 Shift壓住 這次選爪子 按Ctrl加減號幫爪子添加布林插擊 這樣界尾的內圍就做好了 按L到無體模式 選界尾按H把它隱藏起來 拉近一點 檢查一下布林的狀況 嗯 爪子這邊有一些破面 沒關係這個很好調整 選爪子 再看到修改器這邊 把布林修改器的順序往上調 這樣子破面就不見了 剛剛的破面是因為 布林雖然很好用 可是它要避免點線面 重疊的狀況發生 如果有重疊的狀況 很容易像剛剛那樣出現破面 而把布林往上調之後 順序就變成 先做布林 再做正列 這樣就沒有妨礙布林的重疊面了 先把正列的顯示關掉 它現在是這四根爪子在布林 可是如果先正列的話 就會是這一整圈在布林 那爪子跟爪子之間就有重疊的狀況 有蠻多狀況是可以透過調整修改器的順序解決的 這個大家可以先放在心上 按1到前世圖 確認一下下層跳圈的厚度夠不夠 看起來是還OK 選鑽石 Shift壓住 選上層的跳圈 一樣 Ctrl加C 複製選擇的修改器 再把鑽石的圓點 設定到3D游標 喔 設定圓點以後怎麼還是在轉圈圈 那就譬如是鑽石還沒有套用過旋轉與縮放 按Ctrl加A 套用旋轉與縮放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把背景影像關掉 再檢查一下這個戒指 3 7 上市圖這邊呢 先按H把鑽石隱藏起來 做最後的檢查 這邊可以看到跳圈之間是有縫的 那這種小的縫隙呢 會影響到鑄造的表現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會比較好 選跳圈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按S縮放 這時候按Shift加L 就可以鎖住L軸 不讓L軸跟著縮放 就是指縮放XY軸的意思 因為是圓環 所以XY軸一定要一起縮放 不然就會變形了 輸入1.05把它放大5%好了 按Tab到物體模式看一下 還是有一點點小縫 不過這個縫 調爪子會比較好 就留給大家自己練習好了 按AutoH把鑽石叫出來 選借為按H隱藏 按1到前示圖 這邊就可以看到側面和跳圈都維持原本的形狀 沒有被拉長變形的問題 那這次的教學裡啊 我是故意把爪子 還有兩個跳圈 分開來做正列 不過我想要讓大家多看一下 設定原點 和傳形正列的操作 當然也是可以先把整個箱口布林連擊起來 之後再去正列 和挖界尾 不過也是一樣要注意布林修改器的順序就是了 最後再說一下 雖然沒有把全部的東西布林成一個物件 但其實還是可以輸出STL檔的 如果是檔案這邊選匯出的話 一樣保留要匯出的物件就好 按H把鑽石隱藏起來 那如果是3D列印工具箱匯出的話 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先選單一物件 讓3D列印工具箱的標籤跑出來 之後再按H選 然後再改名 選入境匯出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們訂閱和分享 如果覺得Blender很棒的話 可以考慮訂閱一下Blender Cloud 自己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資源 讓自己的功力大增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